不錯, 雖然我們只是憑死相逢 但是總算是有個心死之駕 我在完成還有個遠房親戚 安大哥, 你不用掛心 好, 既然是這樣, 我不勉強你 但是你要保重 安大哥, 你自己也要保重 連盡連生, 一切都是天然 七娘 花姑子, 我放了乾糧在包袱裡 你留在那裡吃吧 謝謝你 安大哥, 實在太不懂得照顧自己了 衣服破了, 又不會拆出來馮寶 練功又練到廢枕忘餐 連飯都忘了吃 七娘, 以後你記得催促他吃飯 叫他不要吃太燥熱的東西 但是又不用太寒涼 花姑子, 既然你這麼放心不下 不如你留下吧 大安大哥他, 他也沒有留我 我知道, 他自重大俠身份嘛 他那事我最清楚不過的 他怎麼開口留你呢 他是第一次對女子生情的 而那個女子就是你了 不過可惜, 如果你不是胡禎 你說多好, 我一定會勸你留下 七娘 謝謝你 你謝謝我 我知道你對我好 其實你真的說得對 或者我真的不應該留下 你知道嗎 安大哥是第一個令我流淚的男子 第一次流淚, 第一次心酸 那種感覺實在是太奇妙了 或者這就是你們人所說的情緒 其實你離開安大哥也好 我怕你們將來情根心肿 將來更難捨難離 是呀 親吻, 幸好大哥以後就交託給你 我會了 安大哥, 我替你弄了一些鍋巴 雖然不及得你娘弄得那麼好吃 雖然是, 但總可以一解你思念之情 謝謝 我也要走了 不過就算我走了之後 好, 我永遠都會記得你們的 你…路上要小心, 珍重 七娘, 你有些好好的保重 安大哥, 為什麼你不送花姑子一程 送君千里, 終衰一變 我知道, 我知道你自重身分 但你有想過花姑子的感受嗎? 七娘… 什麼大俠呢? 大俠就不可以喜歡別人了嗎? 你站在這裡 花姑子跟我說 什麼遠房親戚全都是假的 她不想你擔心, 你明白嗎? 我愛你, 愛你 安大哥, 其實我離開你 都是為你好的 花姑子 安大哥 小心 安大哥 安大哥 別走 我不放心, 你一個人又來老大 以前我受傷的時候, 你曾經照顧過我 如果你不嫌棄, 以後由我照顧你 多謝你, 安大哥 就算以後由我煮飯洗衣服 我也一定不會負累你的 就這樣決定 花姑子 七娘 情之為物, 要離就離不開 要留就留不住 不如順應我心, 留下日日日 謝謝你 謝謝阿孫, 我現在肚子餓得鼓鼓聲 快回去煮飯給我吃, 走吧 原來他們倆躲在仙人局 那裡地處偏僻 難怪好像人間消失一樣 別說了 這次你立下大功, 必定重重猶上 先行告退, 屬下遵命 安君陽大傷初遇, 元氣未復 我們趁這個時候娶他苟命 沒錯, 雖然我未能夠使出雷霆一擊 但是我已經恢復神功 我要安君陽嘗試一下風雷雨電的利害 安君陽, 殺我夫君 我要你不得好死 什麼?你說雷神已經知道了我們的下落 和白晶晶接下來要對付安大哥 沒錯, 爺爺一直擔心你 所以故意讓人看著 這個消息絕對沒錯 你怨安大哥 叫他不要正面跟雷神衝突 我知道了 對了, 千爺爺 你自己也要小心點 千萬不要讓安大哥發現你 你自己也要小心點 如果你繼續在安大哥的身邊 就不要讓他知道你是胡妖的身分 我知道了 你… 我走了 我走了 妖嬌 不要嚇我大哥, 他是我爺爺 他不是你爺爺 你爺爺已經死了, 他是胡妖玩變的 不要嚇我大哥 你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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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太太, 走 不要, 曉大哥 還是要提防雷神的緊要 大天鎮, 你那幾個爺爺是胡妖幻變的 他們是要來對付你 或者他們說的都是真的 我不管胡彭九黨也好 和雷神之命令也好 不知雷神妖禮就是了 我找郡羊不會怕他 不知雷神之命令也好 安大哥…你的功力未完全恢復 不要和雷神正面交通 放心 放心 安大哥, 你放我出來, 我不怕 只要你留在神火圈裡面 雷神絕對傷不了你 安大哥 你支著神劍副體, 替我作對 今天我就要你死無全屍 好 娃娃 衝 阿晨 安大哥 安大哥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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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當日你被安君陽所殺 我答應過你要幫你報仇 今天我們大仇已報, 你可以安息了 法姑子 法姑子 安大哥 你怎麼樣? 我沒事, 你呢? 安大哥 沒事, 可能跌下來的時候經脈易轉 我的屎下就會沒事 想不到在地底裡 你的大仇 明天 讓我去掌聲 我能提醒你做了一件事 你可以為一個人 可米 的 我可以做了一件事 我可以做一件事 感谢观看 这个黄迷的工程真是浪贷 就这样长卖地下真是可惜 安大哥 花姑子 花姑子 安大哥 安大哥 花姑子 安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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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家 安 adds 安 verte 成為斬妖劍下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這條路是一條非常孤獨的路 斬妖劍下 處身是妖獸的世界 你不能夠信任任何人 甚至你最親的人 你也不可以相信 不是他們不值得你去相信 因為他們大有可能是妖獸所變的 年福年, 日福日 慢慢你就會變成一個無情的人 就像師父你這樣, 無親無故 君陽, 師父希望你做一個普通的人 我不做, 我安君陽絕對不做一個普通人 我要做斬妖劍蝦 我要為我父母報仇 師父, 我甚麼都不怕 求求求你, 求求你教我斬妖劍花 求求求你, 求求求你 天下的妖獸殺之不准 人世間難得安寧 我的斬妖劍花 終於有存人了 好, 君陽, 可能我真是跟你有緣分 師父就教你斬妖劍花 斬妖劍花一個是分了一把繩子 師父要我反覆練習 參與其中的精髓 我練了五年之後 我才真真正正掌握到 第一色劍花 我跟隨師父學藝十六年 盡得他的真傳 到最後就是接受考驗 拔出神劍 斬妖劍最後一色劍花 成為斬妖神劍的唯一傳人 繼承師父的遺志 斬唇天下間的遺憾 那兩個胡精恩將仇報 害死你爹和娘 確實是罪無可恕 難怪你這麼仇恨世間上的妖精 但是妖精也有好懷之分 就像人一樣 有好人也有壞人 又怎能夠一概而論呢 你生性善良 你當然不會知道妖精 是多麼狡猾兇殘 特別是胡妖 安大哥 王令四處蜜蜂 看來我們也不可能能夠出去 那些胡妖是好是壞 該不該殺 又要我們河竿呢 你說得對 既然我們事人不多 不過應該好好珍惜 相隨他每一刻才行 如果我們能夠死在一起 上天總算是當我們不薄 沒錯… 安君陽一定要娶你為妻 一生一世照顧你 不如我們就要天地為媒 兩心為靜, 定下盟約 一切淡憾安大哥的主意 爹 我安君陽在此立世 願娶花孤子為妻, 定百世之好 我花孤子在此立世 願娶安大哥為夫, 結千年之好 你看看 除了把這條小筋收拾之外 花孤子一直下落不明 看來真是凶多吉少 如果一旦有她的消息 那些人會回來回報 你也不用這麼擔心 花孤子, 每天都是娘不好 是娘害了你 如果當日不是因為我受傷了 以後就不會發生了那麼多事 所謂緣分是天自定的 再說吧, 當日莫非安君陽相救 我們一家早已遭滅門之禍 死在雷霆一擊之下 就算了 五爺 怎麼樣? 找到他們了嗎? 放完白氣之內找過了 始終沒有他們的宗跡 我看花孤子已經香燒肉韻 和安君陽生在地底了 五爺, 如果可以的話 娘情願代你一死 花孤子的命薄如花 就算如果他要僥倖逃生 他和安君陽的一段情緣 始終是糾纏不清 如今他們可以在埋一層 最少…最少都可以得償所願 為他日後太多痛苦 不如我們四周找找找 看看可不可以找回他們的鞋骨 那也好, 一天沒見到花孤子的屍首 我一天都當花孤子還沒死 我們不能放棄的 我出去找… 破孔大哥, 破孔大哥 破孔大哥 如果我無力, 只有一條出路都找不到 說得有的, 為甚麼… 出路在哪兒, 出路在哪兒 我不可以古董真氣, 雲公續命 否則我便會勞操護你真相 我情願死, 我也不願意找大阔指導 我是胡耀 胡耀 為甚麼?為甚麼? 我大哥真的沒用了 我竟然不出路也找不到 這個皇陵本來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 根本沒想著可以被人活生生地走出去 你又何須自責呢 我到處找過世, 到處試過世 四邊四邊都是堅硬的暗示 就算孝行被我找到出路 不過, 我已經沒力氣 再怪都要老出去 既然如此, 我們就信父天意 難道真是天意了, 是不是 大哥, 你不甘心 我不甘心 你也是 你還這麼年輕 我怎麼可以就這樣 叫你陪我死在這裡 如果可以, 我一定要先送你出去 漢大哥, 不能夠跟你在一起 花孤子, 真的死而無憾 如果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這條命, 我寧願不要 我不想出去 要走, 我們一起走 要留, 我們一起留在這裡 要睡覺嗎, 我好一點睡得睡 但又不會覺得我那麼辛苦 我這麼睡 我已經睡了之後 醒不醒, 見不到你 我怕 不會 我會點睡覺,聽我說 睡…千萬不要睡著 安君楊,你不能死 你現在已經有妻子 沒錯,我不會死 我一定要帶他出生田 我要去找出路… 大哥 安大哥,你去哪兒? 安大哥,你到底去哪兒? 安大哥 安大哥 奇怪,為什麼這隻飛蛾可以飛進來? 難道這兒會是通道嗎? 難道這兒會是通道嗎? 水, 終於讓我發現到水源了 水還很清淡 為甚麼木上會有蘑菇? 水, 終於讓我發現到地下水源了 為甚麼那裡會有光頭進來? 難道這就是王領的地下通道? 是, 一定是我們這次有救了 真想不到之前會有這樣的轉機 上天真是替我們不放 安大哥, 安大哥, 我們這次真的有救了 奶奶 我應該不應該把你的發現告訴安大哥 我知道 真想不到我們這次可以著處逢生 竟然讓我找到蘑菇和水源 沒錯, 如果水和蘑菇可以延續生命 慢慢找一條出路逃出生田 安大哥, 這裡與世隔著也算是一片落土 好, 就算我們真的無法回去 也不算是一件壞事 難道你真的留在這裡留很久 喜歡在這個地方 這裡只剩下你和我不好嗎 好, 當然好 剛才上來也要多虧這個地下王領 處逢我們一段恩怨 安大哥, 我很害怕 我怕我們出去之後 又要面對陳世家的種種紛爭 還有, 失去這片落土 真是傻 安大哥, 留安大哥在你身邊 我一定會保護你周全 而且只要我跟你在一起 有哪個地方不是我們要落土 安大哥 花姑子就把我的一生交託給你 是福是活, 都由你主在 你已經是我的娘子 安大哥一定會愛護你 照顧你一生一生 還可以 與你無法使人 Dale, 交換你 你弄的是我的人 與你無法使人 射件 我的兔情 是嗎 小生命 雲泰哥 可惜這些是水, 不是酒 要不然就更痛快 將來出去的時候 我一定要你陪我喝過痛快, 好嗎 大杯酒, 大塊肉 本來就是你合宜中人最喜歡的事 你知道嗎? 經過連日來的調色靜樣 我內傷已經好了 功力也恢復了 所以你日又練, 夜又練, 劍不離手 當然, 我是劍客, 怎麼可以荒廢自己的劍術 而且將來出去 我就要繼續劍客的生涯, 斬妖行魔 安大哥, 斬妖行魔對你這麼重要 沒錯, 這是我生平第一大志 那…如果萬一你無法出去 那你就豈不是難上數月, 瘋瘋而蹤 不會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蹤到此地 安大哥, 你胸懷大志 確實不能夠在這裡屈屈而蹤 你跟我來吧 這裡有光, 有水源和蘑菇 只在這裡刮通了地道 安大哥, 我們一定可以出來了 安大哥, 其實我希望我們可以在這裡留久一點 這樣我可以多對你一點日子 別這麼傻了 只要我們可以出來了 一樣可以朝夕相對 一生相依, 白頭到老 你站好一點 千爺, 怎麼樣?千爺 你那邊有沒有發現? 沒有, 不如去那邊找找 你有傷在身, 不如在這裡休息一下 我沒事, 我們還是繼續找 有傷在身上 地上好像有一支車 爺 有搖 娘 娘 娘 小心 他是我娘 千萬別被他騙到 他是由狐妖幻化而成的 你看, 爺爺已經死了 他們全都是狐妖所變 不要… 不要 不要, 保娘, 別再打了 走 花姑子 黃大哥, 我腳很痛 好, 那我先扶你回去 不是他們倆還沒死? 黃大哥, 不是你對花姑子那麼好 如果你不是我這麼好, 我一定會… 你別這麼傻, 那些根本不是你爺爺 是胡妖幻變 你現在應該知道, 胡妖有多麼尷尬 否則早就知道你爺爺死了 我們可能也會終極 世間的事, 血狂就越難命 為了我幾個爺爺 他們想天有靈, 可以得到我一息 我甚麼都不想再說 黃大哥, 你的恩情, 花姑子永遠都會記住 我們在地下黃靈, 早就定下亡藥 何必還分彼此把恩情掛在後面 所謂天已弄日, 黃大哥, 無論以後發生甚麼事 都好, 花姑子永遠都會為你好 為了我們的一段情 我明白, 好了, 別說那麼多 你好好休息一下 我出去坐山草藥為你敷傷 好, 順便要看看七兩去了哪兒 他現在一定在找我們 安大哥, 你自己小心點 安大哥, 我不忍心殺了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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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